沒有被白色的 新住民朋友在專業老師的指導下 開心學習影像剪輯技巧 透過全人有線電視 在三重山宮開辦的 Channel 3 新故鄉 新印象 影像製作營 新住民朋友不僅可以更專業的 記錄生活點滴 更可以投稿林山台公用頻道 與民眾分享作品 今天很高興啊 可以跟三重山宮的這個 新住民學習中心 一起來參與這樣的一個課程 希望藉由今天的這樣的一個課程 可以讓我們的學員 學習到拍照剪輯的技巧 記錄我們美好的三重蘆洲 為了活化林山台公用頻道 達到媒體禁用的目標 新北市公用頻道活化運用委員會 連續三年 與13家有線電視合作 舉辦影像培訓課程 成果相當豐碩 新北市公用頻道活化運用委員會 跟我們新北市13家有線電視的業者 一起共同來推動 公用頻道的使用 禁用 跟推廣 所以我們已經連續三年 展開了我們地方影像培力的訓練課程 今年我們把重點放在 我們新住民好朋友們的影像培力 課程中除了學習用手機拍攝外 也加入媒體試讀 構圖觀念 及剪輯配樂等內容 讓新住民學員 能夠獨立完成影片製作 實踐媒體禁用的目標 新故鄉 新印象 讚 記者 倫鴻 參謀報導